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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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来了 贷款专家 也是贷款的大老板 James 听说你已经有了 48个州的 Franchise 还是你就可以经营48个州 对对对,谢谢主持人 今天很高兴给大家update一下 我们GNC万通贷款 他们很多都讲到贷款长万通 各种贷款不落空 快速省钱万事通 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公司在 过去两年里面快速发展 已经扩展到从 加州恩雷到48个州 都有license 其实我们有 branch 有二十几个branch 所以说呢 我们公司现在也差不多有570多位的 专业专精的贷款顾问 所以570多位是 分布在美国的各个州 各个州都有 所以在每个州都有你的一个branch 在那边吗? 对,就是说差不多 我在想加州可能还是多一点 我跟他们讲过加州差不多 南北加,因为加州还是非常旺 所以说我觉得 而且我们针对加州等一下会讲 推出很多好的program 你要买房子0% down 72万6可以没有 5个% down 1.089没有insurance 所以说这个针对南北加都有 其实在Washington,在马省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海法街都可以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湾区的话 在湾区和加州 你到底有几个分子 对,在湾区的话 哦,还有大家很简单 湾区嘛,马龙很多嘛 我就说你如果多做高科技 是马龙的天堂 马龙天堂 大家都反正贷款嘛 需要找low rate 这非常好 一定要找金CD 比较一下 可以跟大银行比较一下 你说20% down 所以他们可以直接就先打电话过来 还是你们有其他的联系办事 可以可以 包括微信 对对对可以可以 我觉得他们第一个可以找我们公司的 那四五百个的贷款顾问咨询 第一 那万一我们公司贷款顾问 还不够努力呢 大家不知道的话呢 哎,到公司的网站叫gmccloan.com gmccloan.com 如果你网站不方便呢 我们发觉我们网站可能在大陆国内还看不到 那你就发email到info rnfo info at gmccloan.com 联系我们贷款顾问 可以要麻烦你提供在哪里 那因为现在好多 真的是Nation One Lander 所以要跟大家讲 你在什么城市啊 在什么 做我们安排最好 最附近贷款顾问的服务 大家知道贷款里面是非常精英的 很多人说 我也是告诉你在哪里 你等一下 我们公司很多program community lending 针对哪个城市 哪个地区 都有特别的program 如果您是low moderate 或者你是少数主义 majority minority 都有很好的贷款计划 所以说 找GNCC呢 就需要很多的 我们公司贷款顾问 都赚一赚为什么 他们每个礼拜 礼拜五都要training 把新的产品 一直更新给大家 所以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资讯 对啦 对啦 因为你看很多人跑来 他在broker做了二三十年 我说你这个simple 每天加法一加一 这个不行的 贷款变化这么大 有community lending first home buyer 没错 而且特别我在想 第一个我想 很多人想知道 因为很多人现在我觉得 现在很多人贷款的利率很高 所以很多人外国人 想要到美国来买房子 没错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非常非常 给我稍说明一下 大家知道 大家可能都知道 现在所谓的房里美 房里美的利息 你看那Yahoo! 又都8个percent了 GNCC还可以做7点几 但是还有一款 很有意思 我其实讲两点 可能到时候再补充一下 你讲到第一个 我们上次一个party 碰到一个人 他是在Palato的一个房地公司 他说 7个percent jump是很好的 假设APR是7.1 但是呢 消费值得太高 为什么 但你想想嘛 2021年都是1.875 对对对 或者2个percent 等一下我们公司可以做3-2-1 如果正常7个percent 第一年只要付4个percent 第二年5个percent 这个对不光是第一次买房子的 还是买大楼代卡 所以南QN不查 多数非常有帮助的 这一个知道一下 第二点呢 要说那你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们公司可以做 5-2-1 等一下我们公司是自己是来的 从10万到400万 自己审核 我可以卖给major bank 还可以卖给所谓的invest bank 所谓做投资银行 还可以卖给很多hedge fund 大家听说过很多大的hedge fund 我们都可以直接卖给他们 所以非常flexible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讲到为什么 什么flexible呢 那你现在知道吗 但是很多人说我没有收入 或者 你说我信用风筝都没有 在美国呢 他就用现金嘛 他也没工作 或者其实有工作 工作不稳 等一下 那你甚至外国人今天下飞机了 你说我没有信用风筝 我们公司一个产品 40% down 40% down no income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甚至没有flexible都可以带 而且利息呢 那这个可能是9月5号的利息 6.875 APR1.7 那最近棒 涨得太厉害了 从4.2涨到5 涨了一点点 还是7.125 30年的 APR是7.11 真的很低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你们GNCC No Income Doct 还能做到很多情况下 比人家查收入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 我想很多人在找贷款公司 他们其实不知道 去找 他们可能是问Lender 问Wholesale Broker 但是不知道Broker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Broker 是自己有自己的Program 对 可能稍微介绍一下 我这三个区别 一般的一个叫Bank Rate of Bank 就是审核比较严 利息有可能好 有可能不好 那Conforming肯定不行 还有很多 我们公司其实2008年 2009年以前就是Broker 所谓的Wholesale 那是很好过吗 100多Wholesale 总共找到一款比较好的 你发觉以后呢 2008年以后 很多大的银行家 退出Wholesale 所以基本上 做Broker是Conforming 只能做做小弄的 家务肯定是不行 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是Well-known truth 那我们公司花了14年的时间 转型 从Little Small Broker 转型成Coursebound Land 我们自己Underriding 我们自己放的弄 从10万到400万 不管想要贷款 我们可以卖个两房 这个很重要 不稀奇嘛 Conforming 但是你Underriding 随时很快 所以外面能做到Aging Ceylon 我们都可以做 为什么 大家最后所谓的Broker 到Wholesale Land 都是卖给Fannie Mae 最大区别呢 One区呢 Conforming毕竟少 大家一买个房子 你像帕拉腿给买房子 两三百万这些小黑屋 我记得以前是两百万小黑屋 现在三百万也被小黑屋 房子涨太厉害 那我们公司这种情况下 很多产品20%到300万 OK 那你甚至50%也可以到300万 所以说我觉得 你当然可以做400万 500万都可以 我们Exception可以到10 million 都可以做 很大 那我觉得我们公司作为一个Direct Lander 我们自己underlating呢 他们一个严格的词言 就是Direct Lander 或者IMB Independent Mortgage Bank 区别呢 我们公司有 后面有很多很多Investor 很多产品 直接可以卖给Wall Street Secondary 非常flexible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其实要问一下 这家公司有没有Direct Lander 这几个字 对 一个是Direct Lander 但是我觉得你还问 其实很多人市面上 他们说我们也是Lander 他说什么意思呢 他考一个Wholesale 放他 他自己不能underlating 那underlating以后可不可以到四百吧 第三个关键 你可以卖给所有那么大的银行吗 像 很多大的银行可不可以卖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产品多不多 像举个例子我们公司 问他们一下 40% down 可不可以做自租屋 讲一下 40% down 自租屋可不可以做Primary Second Home 那么呢 而且利息非常好 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是有区别 那当然我觉得 你可以大家比较一下 你比较再来找 今天谁是望通呢 你幸福指数应该会增加 那很多人现在的问题是 在湾区房价好像没有怎么跌 那年轻的一代人 他们的手幅都没有给办的话 没错 这个产品很好 他就说你在Captino 讲是说 他那个Median Family Income 是183,000 如果您这笔少数主义 就可以做到26万以下 都可以Qualify 这个Income来做 100%反应 什么意思呢 0% down 你就买726,000 可以自己不要出任何当配 你只要出500块钱 什么意思呢 你做private interest 一个UDC 还有呢 你可以做5% down 到95% 没有Mortgage陰顺 没有Mortgage陰顺 1.089 但我在想Qualify 房子贵 可能1.1 million 放个5% 但是没有Mortgage陰顺 真的很好 没错 还说明一下Mortgage陰顺 很多情况是不能抵税的 所以说没有Mortgage陰顺 是真的很好 而且利息非常好 如果没有工作呢 如果没有 可以可以 讲的很好 两个事情可稍微 我跟大家稍微教育一下 普及一下 什么意思 所谓的不差收入 这个是非常 复杂的一个概念 什么意思 不差收入 其实很多产品是 不看你的报水收入 那实际上 你有Revenue 就Self-Import 如果参观老板 他说我现金有100个Table 一天可能有 可能有差不多 4-5千块钱进来 一个月10万块钱 我们可以用 10万块钱的Deposit 50% 就非常方便 好 这是一种 又可以看Revenue 也可以做 那么这个非常有一个产品 这是第一种 那你说很多人说 如果员工的话 我们可以做Written VOE 你的老板写信 赚多少钱 假设你的报税 就3千块 但是你即使有小费 还有很多Service 7-8千块 就Qualify 我们甚至可以做Verbal VOE 不需要Income number 我们公司用叫Verbal VOE 还有呢 事故的人 他说叫CPA 写PML好烦 人家不行 我们公司可以用 Border Prepare PML 这个就10%大 那你正常VOE 或者CPA 就20%大 那么你说这个讲完以后 你说 他说我最近Quite Job 我就没工作怎么办 没工作 第一个产品就是40% 40%大 为什么 其实不需要40%大 没工作我们再讲慢一点 好吧 在没工作 没Importment的情况下 一般就是No Ratio 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如果穷了 只剩下钱也是可以 我跟他们看完一下 在湾区 Costco穿个Tush出来 身价都有500万 10 million 你可以用 假设你有500万 不是用Bankstein的吗 对对对 他Bankstein 我们不看现金流 他退休了 快到了 开公司了都可以 好不好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我就500万 好不好 我们可以500万 Qualify asset 除以基本上 可以大概200多万 但是利息跟差收入一样 这就很难 这跟差收入 等于是 如果你要报一下利息的话 不是那种State Income的那种 他就怎么讲呢 就是说所谓的State Income 是不查报税收入 这个产品我们用资产转成收入 资产转成收入呢 Fannie Mae Fannie Mae guidelines要5到10倍 这很难了 但是我就400万 我觉得大概200多万 还差收利息 举个例子前两天 我们11月16号报的利息 7年6.8 APR7.625 这是很好的产品 20%大 信封是680多可以的 然后呢 关键呢 如果大家知道 这个利息增长很高 7 你最低7 2年前比2DNG 那Qualify很辛苦 他说我的DTL到60%了 这一些专业刷 Debt Income Ratio 那就不能Qualify 那他说 没关系 我们把你做不查收入 等一下 不查收入不查收入 利息肯定很高 A890 等一下 如果你公司 你如果有股票啊 没去放啊 或者你要退休账户啊 当然有age limit 你把这个资产 则换成收入 还可以做到 报税收入的利息 那就非常好 举个例子 我这个明星拍个电影 他赚10 million 他明年休息了 不干了 怎么办 到银行去贷款 不能贷啊 两年报税记录不行 等一下 第一个我们公司 一般情况下 大陆贷款用一年报税收入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可以把你的资产转成收入 但是要求不高 不要五到十倍 一般情况 一比一 所谓的 non-Q 你就可以做 那利息高一点 如果你有1比2 2块钱借1块钱 相对大概好 具体要的 各种贷款讲的都需要继续审核 才知道 大概这样讲 还能做到查收入利息 如果你说 这两天的话 7年如果6.8 20% down APR7.6 那就非常好了 每天利息会变的啊 每天利息会变的 这个是10月16号的利息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贷款的话 一定要找到GNCC 这是一个叫有钱 没有工作 那你说 哎呀我没那么多钱啊 不需要随时可以 Tax ID 也不一定要有 你说如果 你外国人就是外国人就行了 好不好 但是呢就是说 你可以没有信用封数 但是不可以better credit 你说我上给摩根金不付 那这个才不行 我们讲说 你在这个情况下 Starter公司 它有employment 但是没用嘛 它没有revenue 还刚开始 那么你知道 很多Starter公司很聪明的 他defered compensation 你赚了钱放到五年以后 一分钱都看不到 保随看不到 或者读书的 PH student 或者housewife house husband 先生工作 他太太一个人在家 等一下等一下 太太工作 先生在家也可以在家 这我就鼓励哈 都可以都可以 housewife husband 没钱了 反正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找到代款 都可以 都可以 40%你讲的很好 什么样都找代款 但是利息很好 这个重点在这里 plus 利息 利息点好吧 再讲到底 你待会找GNCC 就是为了好利息嘛 你要好利息就找GNCC 如果你找不好利息 就随便找谁都可以 对对对 那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 40% down 40% down 你没那么多钱 只要当payment 再说明一下 那如果你买rent 你要qualify这个7.125 APL 7.4亿的话 要50% 但是买rent 其实20% down 就可以用现金流做 都很多个产品做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说今天您讲的 没错 各种贷款呢 就找到GNCC 还有好利息 不落空 其实rental的利息 再说明一下就是 还可以做casual 很多东西说 他外国人到这边来 他说 哎呀先转钱去的很大 请你问他 他是一个100万的房子 casual在那边 你可以拿出50% 来 也是rental 一下是一样 再说明一下很多情况下 我们也碰到一个消费者 他蛮有钱的 以前外国人 买了个400万的房子 上个union 出租没信用风数 你打被全世界都没找到 找到GNCC 400万 casual 50% 两到四个union 还是rental 信用风数还没有 可以做吗 一般不行 我们不仅可以做 同样的一息 再讲7.12 7.14 希望大家记住了 找到GNCC 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 省很多钱 省很多钱 问题的现金流非常好 你更多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其实相对的利息 真的涨得很高 那很多 我看到一个financial planner 我觉得他很cute 他说 一息这么高怎么可以买房子 我说 你这个是 叫什么 你是雾能子弟啊 你可不可以到GNCC 来稍微普及一下 上上课 利息最高的时候 什么情况 aport a bit 差的 market是不是 soft 对 那价钱是不是比较flexible 其实机会更多 对了 哎呀 我觉得下次那个financial planner 到你准备来培训一下 那个financial planner 他说 你怎么怎么可以买房子 我说你雾能子弟 你的客户跟着你真的不行 后来总长跟讲过以后 他反省了一点 哦知道了 现在可以就是说 不是要你今天买了 但你再想想吧 11月份 你要想想一下 在湾区抢房子的时候 哇 那个时候抢起来是 你可能房子都抢不到 没错了 现在相对来说 market slow down 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 你想 过一方面也是季节的原因 我觉得一个season 因为一息涨的目的 真的还有用 但是说我记得很清楚 我当时六月份在那个交接 人家说建设房子要抢 要什么 我说你稍微 humble一点 一息涨1% 或者怎么样 你看现在涨1% 他说market slow down 很多就不买了 就是说 所以说一定要 做business呢 一定要为我们的消费者 提供好的vision 要看future 不只会做今天transaction 这没有用的 没有value 将来很快就被AI代替了 是不是 所以说要看将来 看前途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 大方向长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一息降之前 六月份七月份 应该还是蛮好的机会 做投资 你要自租房啊 或者做cash flow 因为你想嘛 很简单 他们讲过一件事情 现在房子肯定flexible 你年高些5到10% 一息高1% 你省了10% 高1%怕什么 明年不是Refine吗 后年不是吗 就很多人想不到说 我贷款了以后 其实未来的几年 只要利率下降 我就可以 没错 至少你房子还可以Refine 你没东西房子利息 这有什么用呢 非得为什么涨利息呢 涨利息就是为了 把房价压下来 不能太crazy 太crazy 大家拨不起 通货膨胀 如果房价每天涨 这个inflation怎么会下来 大家就用脑子拍一下 对不对 inflation 房子涨 housing 都在涨怎么会下来 所以这个肯定要下来 一些 有些soft 但是每个mark 不过还是要相信 美国的市场 是一直是鼓励房地产的 我觉得美国 其实美国总的来说 房地产可以带来很多的 business 和盈利和国家的 你讲了很多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 美国非常resilient economy 你看是 到现在还没出过5个percent 还是3.8 很多要创造力的 所以说你经济好的话 房地产大方向 有些波动 正方向还是往下走 我觉得美国这次 次大武器下来以后 然后2020几年 2018年 寇贝都是相当 大方向讲 还是处理的蛮好的 而且现在即便利率在不断的涨 可是那个求职 工作机会 还是很多很多 那就说明这些人 在未来 还是有一个房产的学校 对啊 其实现在 inventory 少 但是其实前几年 ECD 大家做了以后 就很多房子少出来了 那么打过来讲 我跟他讲一个意思 他们讲的句话很好 就是说你是要 marry the house dating the interest rate 什么意思呢 你的房子以后 你结婚了差一点东西 那你这样呢 才可以refinance 你没有房子refinance 明天利息低了 明年假如跌了1个percent 好像跌2个percent 那房子就会涨了 BJ已经讲了房地 如果利息是微因素 房子肯定会涨 那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 不是说就大家一定要去买 说房子投资的人很聪明 我以前看到一个世界的报 一篇文章 一个人说 我靠了20斤的房子 从四个bedge room 靠到一个bedge room 我说对啊 你可以再看出来 一个bedge room都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叫抽刀 抽什么 抽刀断水水更流 是不是 你要进市场 get a fee wet 我记得很清楚 知道危机2009年 很多朋友说 这他想的不经常 我说为什么不经常买个鲜鱼 他过两年说 建成 应该早上应该听你的话 我说你听不到没用 get a wet 今天就可以做个小投资 开始 你也给它warm up 也看一下过去 不然你现在碰到 一碰到同样的故事 他说I wish I could have I should have 这就没意思了 但是我当时 每个人要估计自己的实力 就也可以 affordable情况下 你说先进入一个manager 你要6到12个reserve 情况下才去买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都没有储备金 这个不行 我顺便提一下这储备金的事情 我们刚才讲 40% down 那他说 哎呀好 不能蚂蚁搬家 我们搬出来了 他说储备金没怎么办 等一下 我们公司这个universe program 叫简易通 他储备金可是100% 可用海外账户 这个很厉害 所以就是说 国内的账户 你们不用去查 他的那个 两个bank statement 再给我们两个bank statement 就行了 中国的bank statement 要公正吗 不要公正 翻译就行了 就直接翻译 好方便的 过去好麻烦 很多人在purchase 好烦的 对对对 翻译半天 太多这样的故事 对对对对 好烦的 所以说我讲清楚 就是说他这两个bank statement 不需要美元账户 我就先听说我父亲 国内还有什么美元账 外汇账 这好烦的 人民币账户没问题 你在台湾台币账户没问题 你在香港 港币 或者你说南韩 北韩不行 这个产品 这个很多国家不行 乌克兰也不行 Russia也不行 就讲清楚 一个美国对立的国家不行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到大陆都可以 我们华人嘛 所以说 所以说我觉得 还是非常flexible的 那每个产品 都有它限制 所以我们讲过的 order loan subject underwriting approval 概念也可以change without notice 具体还是跟我们公司 咨询一下嘛 那这种贷款形式 天天变化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看好了 第一个是外国人 对 外国人都可以来贷款 外国人贷款 其实像是 如果你提供瑞士收入证明的话 25%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您做到40%的话 那个利息就非常好 那再讲一下 这个产品只有六个州 这个产品这么低的利息 7.12个利息的话 7.4APS 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有 不是所有州 要说明一下 加州一定有 加州一定有 加州 加州也要选county 但是湾区基本上都可以 南北南加可以 OK 就是贵的county都有 差不多是 WASHINGTON州 Seattle这么popular 非常有 Belleville什么都有 还有大家喜欢到赌博去 你赌一下不要把钱输掉了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想要到年纪大的避税 到Nemada去买房 很聪明的 所以说 我说赌博 不要把钱都输掉 放个40% 当朋友们买个投资 砸了房子 有钱可以 而且年纪大了到那边去住个大半年 再到加州来 没错 还有报税的方式 非常好 Nemada 还有Georgia 现金率好像还蛮多了 那么还德州 它就很popular 德州 德州主要我们 其实德州我们主要是在达拉斯 我们公司有三个branch 达拉斯 奥斯汀 但这个产品是在达拉斯地区 两个county 在Houston两个county 基本上华人都有了 那么第六个 我就强调一下 大家都培养小孩 赚那么钱的目的是什么 就培养小孩到什么地方 所有的Ivy League Ivy League在哪里 当然我们完全不差 好像说布克利 斯坦布东部 除这个以外呢 东部哪里 Boston 你们跑到那边吃龙虾的时候 顺便买一个40%大 好不好 我真的在Boston买过房子 真的吗 Boston 他们有的人很聪明 出个Ivy League买个100万 房子涨了1.2个million 四年下来 而且那边很好租 那边的cashflow最好 是吗 因为那边是在学校附近 在Cambridge周围 一个是MIT 所以环境也好 Cambridge的环境超棒 对对对 而且现金率很好 然后租金很高 小小的one bedroom 都可以租到两三千 那非常好 所以说你想现金率也好 然后你放上去肯定会成长 工程度也大 所以你买个100多个房子 涨个234 5年下来涨个23 你学费就好有了 所以大家学会leverage 用现金买了 所以你的那个program 是Boston还是Mathutusan Mathutusan Mathutusan有很多county Boston就是其中这个 包括 Lexington也包括了 包括包括 好像Boston整个地区都包括了 就是 但你知道学校poppy地方可以包括 对对对 华人多的 相对来说其实工作机会多的 Inference进来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很poppy 那边还有Facebook 对对对 Mathutusan也有 Mathutusan Mathutusan North Carolina 他们都有Facebook都有 都是 everywhere North Carolina 我们也有开Brunch 刚刚有个某些公司来加入我们 他在当地非常有名的 做了二三十年 加入我们 因为看到我们的产品真的多 不仅想要贷款 大要贷款 加募南京还是No Income 都可以 我们甚至可以做 所以说刚才讲的六个座 其实 我去Boston 我很Promo大家去 这个地方非常好 你可以吃龙虾 很好吃的东西太多 很好吃 还有Blue Crab 还有非常绿的环境 还有美国的历史文化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存个钱 你用Rental Cashflow很好 退休也不错 你就稍微冷一点 当然不怕冷的话 就到家 不怕了多地方 冬天到了十一月 那个东西不大的 真的是没有把他们出去 那就还加州吧 平时就是说常住 我不会飘着天气不好的时候出去 但那个地方 真的是我最喜欢的 还是很有star 我觉得这个YXTCOAST的star 什么两分钟啊 而且现在秋天的时候 风景就很漂亮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在Boston买一个 在湾区买一个两个 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 我们没限制的 unlimited financial property 你买三个四个都可以 我们刚才也提到说 除了外国人 那第二个就是没有收入 或者收入受影响的人 对 就是说外国人 或者当地人也可以来 很多人说 现在对外国人一起找 我当地人都没有 我说一样的 当地利息一样的 没问题 当然如果你信用分数好 七百分以上 你reserve就少一点 除非经可以少一些 最重要其实信用成绩 还是大家要尽量去保持好一些 但是没有 是可以做到贷款 没错 关于这个产品 简易通什么 如果没有信用分数 外国人嘛 怎么过来 你说今天上飞机 明天买什么 没有信用分数 OK 但是不可以有better credit in the past 12 months 你说我连续三个不付信用卡 连续一个月不付 mortgage 这个不行 这个产品不行 那别的产品也可以 那利息肯定没那么好 对对对 但是我再讲一点 就刚才总结 第二点就是说 所有的马龙 大家都low away 20%到300万 早期是一期非常好 比较一下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我最好的办法 10月16号的时候 我们扣那个瑞士 7年可以做到6.8 740的FICO 200 300万的Long APR是7.625 它7.6这么高 是因为那个 40 index discourse关系 实际上差不多就0.5 所以当人家 他们如果观众或者听众 对贷款有兴趣 他们打电话来比较的话 比较的话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锁定预议 这个严格讲 应该我觉得好 现在不像次贷为期之前 就是名字地址所离析 这个话讲过了 每个情况不一样 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消费者说 他说我的利息 我的新闻风筝很好 800%一查都变成720 这个很多的 所以这个人还是要到 我们帮你填个表格申请 但是我讲就要给大家听 其实我们公司做个 Direct Lander 我们做Pret Underwriting 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帮你预审核 为了underwriting 对对对 审核的目的不是仅仅是Pret Pover 到坊间嘛 你随便找个Blocker 至少知道自己的状况 还有呢可以帮助我们公司这么几十种上北之种产品里面找到一个对你最合适的 这个很重要的第一点 这还不够 大家知道有AI吗 我们公司比AI做了好 比那时候机器的AI做好 为什么我们可以帮助你 imput你的Quest Go 就是你Quest Go Book Call 怎么去imput 还有你Reserve不够 要不要存钱 就是我们贷款顾 为什么公司还有570多位的贷款顾 可以帮他再做 可以做一对一的 consultation 怎么把你情况改变了 去qualify更好的利息 就像贷款planning一样 为他找到好的贷款 所以说我做贷款经纪的 这个我是不太喜欢 我们就是贷款咨询师 贷款规划师 你讲的太好了 就是规划 贷款规划 帮助就帮你plan 就是未来的方向 没错 所以这个叫mortgage planner 另外我觉得在某种语言上 我们叫debt manager 可以帮你管理你的债务 这是非常重要 其实在美国 刚才你讲的很好 其实美国是非常promotion 其实房屋贷款 是其中严格讲 是所谓贷款里面最便宜的 因为他故意有房屋贷款 大家也知道 你小朋友结婚了 不一定结婚了 OK 小朋友如果一个房子以后 就比较安稳了 为什么 他有奋斗目标 要付mortgage了 像我们小孩子 如果不付mortgage 天天日子太好过了 没事做 吃光用就好 买个房子 可以称职投资 对不对 所以就比较稳定 我觉得这个投资还是很重要 而且还是good debit good debit 我们华人叫做房奴 其实我说 做房奴是很自豪的事情 很多人好可怜的 在国内我看到 新闻真的好可悲 做房奴 做房奴 用人家的钱赚钱 这么自豪的事情 那当然了 你不能说 超过你 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 超过自己的能力 正常情况下 能力范围那你就可以 没错 最后最最重要的 就是客人到你们的 那个你们的branch来 如果贷款的话 你们还有小礼物送 对对对 我们对对对 你讲他 我们特别还装个 现在款保嘛 对不对 你看 那个带子 我们的带子很款保哦 对对对 外公贷款可以的 现在到了外面购物带 连好多地方 都要收钱啊 New Jersey 都要 真的吗 对啊 每个包其实有 这个包很方便吧 大家知道 这样的话 我每次出去多方便 对对对 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说 只要到你们这边来 跟你们做完贷款 closing的客人 OK 所以可以 到了用望就没有了 其实 我跟你讲一下 我们公司其实也欢迎 我们在 我们公司也48个州嘛 也欢迎在各个branch的 就是各个州的贷款顾问 别的公司的 或者别的公司的 加盟公司做我们公司的branch partner regional partner都可以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公司提供 非常好的training 每个礼拜 礼拜五 这这么多产品 你说上边都是产品 怎么可能这个match 所以说也欢迎加盟 如果加盟公司的话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叫joingncc.com 可以咨询一下 有点像franchise一样吗 对 我们可以有很多model 就是一个是law office 我们可以做PML profit loss 都可以做 还有那就可能越短信到 650-996-198 650-996-198 这个短信一下 如果加盟公司的话 如果你贷款咨询的话 不要短信这个电话 直接找我们贷款顾问 或者到网站 CNCCLong打团就可以 也非常欢迎房地产公司 builder跟我们合作 我们公司只做landing focus做landing 我们能力有限 但是我们做非常deep 非常专业 就landing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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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